天文地理班 尼海夏认为 要当一个大一 要能做到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士 因此招生课程名称 命名为天文地理班 天文地理班连续开了三期 学生究竟从何而来 绝大多数都是算命的客户 或是看病的病人 在没有任何招生文宣和宣传管道下 报名课程的学生 竟是络绎不绝 可以想见当年尼海夏的客户人数之多 及医术至今 前三期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 但以广告界传播界和法律界等专业人士居多 在当年的时空背景 这些人士几乎都是高学历和事业有成 而尼海夏当年仅仅34岁 便让各界精英拜扶 任其为师 尼海夏看向收徒 广为人知 跟随尼海夏时间最久 所传最深的徐光佑师兄回忆当年 他那时在地检署任检察官 旁边几位同仁闲暇之时 竟然在下针 他便好奇 询问师程 几位同事便热心地介绍 尼海夏与师兄认识 大家相约一起吃饭和唱歌 聚会当天 尼海夏穿着帅气 一身皮大衣和皮裤 驾着野狼125飙车而来 师兄目瞪口呆 内心道 这怎么会是相识大师 后来唱完歌 尼海夏直接就问师兄 现在正在开课 你可以来上课吗 回想当天的过程 师兄说 不要以为老师只是在唱歌 尼海夏 其实就在看你这个人可不可以传 事实证明 尼海夏法眼不二 后来 那些检察官都因各种理由 没有继续学下去 公元1991年 尼海夏开始教授中医课程 有针灸 伤寒和金贵 各三个月 开设了两期 这时候的教学 由于时间不长 以理论为主 并没有太多一案说明 但是尼海夏很常替学生免费看病 学生也常常请尼海夏救火 帮助身边的亲友 当年有病患中风 昏迷不醒送进了急诊室 尼海夏赶到急诊室 拉起了围帘放血下针 等到值班 医师来的时候 病患已经自行离开急诊室了 欧阳师姐想要怀孕求助尼海夏 尼海夏把脉说 大肠肠壁有块造屎 等造屎清掉后 就能怀孕了 欧阳师姐服用成绩汤两周 某日上午自觉有东西脱离了大肠 没多久就有了喜讯 陈纯一师兄 及朱克聪师兄回忆起尼海夏 都说 尼海夏爱护学生 极为照顾身边的人 即使多年没见 尼海夏的一举一动 还是深深令他们感念 公元1992年 尼海夏派遣弟弟前往美国开设中医诊所 自己准备三年后移民美国 这两年多的时间 尼海夏准备将自身学说流传于世 开设的课程名称叫做天际 与之前的天文地理班不同的是 有大量的案例解说 和新加入一经推命学 来补充命盘流日的解说 课程全程录像 并且对外销售 尼海夏非常重视天际的传承 课程相关人员都经过挑选 助教有两位 徐光佑 师兄和戴宗夏师兄 两人深得尼海夏真传 批命 策字 不挂 样样精通 班主任则由师母担任 上课时间是周二和周五晚上7点到9点 上完课后 两位师兄还会继续和尼海夏聊天喝茶 演绎《易经》和八卦 公元1994年 天际正式出版 天际发行后 尼海夏的无牵挂 自认已将毕生绝学 留根于台湾 于是准备移民至美国 尼海夏于赴美两年前 即取得美国针灸师执照 得以在美国执行中医看诊业务 美国政府对中医药的管制非常宽松 除了特定管制药位外 把大部分中药 当成是食品管理 针灸师可以随意使用中草药 来治疗病人 对灌肠使用麻黄 父子等金方用药的金方家而言 是最适合发展的地方 尼海夏弟弟在美国成立诊所后 初期苦无病人 于是尼海夏在天际授课之余 会短期复美看诊 拉高营业额 尼海夏在美国时 病人便蜂拥而至 这时候几位台湾的师兄们 便会一起到美国跟诊 这也是尼海夏开放跟诊的滥伤 公元1993年 尼海夏选定了佛州 Marratt Island的一块地 当作未来的据点 那时地主想一次 卖整块地给尼海夏 但是面积太大 诊所用不上那么多 加上整块地要价甚高 尼海夏颇为犹豫 心想是否只买一半就好 为此心烦了几日 徐光佑师兄提议补个卦看看 尼海夏从善如流 亦补事则地粹 卦图解为 贵人魔玉 一僧侄 小儿 山路 一人救火 一鱼在火上 一缝贤疏 贵人魔玉做尽修解 专心致至 则显欲华 一指尼海夏潜行于一束 必大放一彩 小儿指尼信 山路为镜像 正好应验尼海夏未来 救火犹如 行医即逝 而鱼在火上自然得救 奉贤书表 喜讯至也 完全吻合现状 并且视之以及 人世地物全束应验 尼海夏当下立即决定 买下所有土地 为求慎重 两位师兄也一同前往 一位是徐光佑师兄 另一位是尼海夏大学同学 刘宇伦师兄 买完不到半年 那块地前面的双线道马路 竟然拓宽成四线道 原地主想加价买回 尼海夏当然不愿意 买下了地之后 就准备盖建物 去过桃花岛根枕的金方学子 都很熟悉 诊所的传统四合院建筑 但大家不清楚的是 建物是尼海夏所设计 功法和建材 通通依照尼海夏规划 尼海夏大材 可见一斑 尼海夏所传学说 可分为两大类 天际 讲述天文地理命相不适 这部分在尼海夏赴美前 以真化镜 及各家所长外 更有独创的理论 易经洋宅学 就是尼海夏 从易经挂图中所悟出的学说 易经洋宅学强调以不义 来应对变异 重视名识相符 以及各安其位 并清楚皆是人世间 各种身份和洋宅方位搭配的结果 不但可以趋及避凶 更可以在命盘流年上做加减 这套学说 对洋宅风水理论 可说是革命性的改革与建立 其简编异学 更容易为一般人接受 为得其行义 得神者难 此外 尼海夏在杰紫威斗树命盘 大量的采用项来做解释 比如拒门心 拒门是很大的门 如果拒门落线 表示大门一直是关的 什么样的大门 会是一直关着呢 就是监狱 若是拒门妙望 什么样的门会 一直开着呢 医院和法院 如此解盘 跳脱一般陈枪烂调 并且更贴近事实真相 40岁之前 尼海夏 并能将传统武术掌握通透 自创学说 实乃天纵英才 一代宗师 千古风流人物 除了天际开宗力派外 尼海夏广为人知的 是他的医术通神 尼海夏所传医术 一时间约略可促分为两阶段 以民国84年 公元1995年 为界 尼海夏赴美前 已经奠定金方基础 以周佐宇 及徐济明两位恩师 所传之古法针灸 和伤寒金窥为主的 金方思想活学活用 不拒泥于方正对应 人要热药供也一如 父子麻黄石膏病用 为许多重大疾病 开创治疗之道 据尼海夏回忆字述 于二十多岁 即已领悟 治疗尿毒之法 四十岁前教授 如何破除殷实 第一期的中医班 有位学生 是麻醉科医师 他的亲戚到西医院检查 确认得了胃癌 心里非常害怕 找了这位学生 商量看未来 怎么治疗好 这位学生马上对他说 你去找我老师看 尼海夏看了之后 开了一副药方 吃了一星期 病人心里还是很害怕 不怎么相信 中医又到了 西医院再检查一次 主治医师看了 报告 说你这是胃发炎啊 病人立刻会说 可是医师 你上周说我是胃癌啊 双方争论不下 最后主治医师 叫护士小姐拿 上周的片子来比对 看完主治医师愣了一会 接着就对护士小姐破口大骂 他认为是护士小姐 上周拿错片子了 完全不敢置信胃癌 一星期就已经消失了 赴美前的尼海夏 已经是一流名医 移民美国后 更是全新专注于医术 他常对学生说 他到美国就是要宣扬国威 让老美知道 他们的医学有多么落后 更要借着外国人的肯定 让中国人知道 贬低中医重上 西医是多么不治的行为 民国85年 公元1996年 美国和唐中医学院的成立 让许多老美前来学习中医 让外国人得以一窥中医的奥秘 尼海夏在美国职业时 从不参与应酬 除了白天看病 晚上上课外 其余时间都拿来看书 每天返家后立即整理当天 一案 思考自己哪里不足 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尼海夏的床头柜 今年放着纸和笔 若是当天有疑难杂症 不知如何处理 睡前尼海夏会向重景 话陀先师助导 再行入睡 往往半夜高人指导后 尼海夏惊醒 马上就床头执笔 写下梦中所悟 念姿在姿的 都是如何让病人病痛减轻 想办法精进医术 多年来夜间睡眠往往不足 三小时 在民国84年 公元1995年 到民国93年 公元2004年 之间十年不到 尼海夏创立了汉唐经方学说思想 在诊断上 尼海夏发明了眼疹 从眼睛即可判断五脏深刻强弱 一眼望去 病人身患和病 并未深浅 一览无疑 与传统望疹理论相同 但更清楚明白 应验尼海夏所说 站在外面 看到里面 不需要任何器材 即可知悉 在大树下也能治病 在辩证上 尼海夏找回失落千年的阴阳辩证 诸病皆审阴阳 用要一分阴阳 摆脱各种辩证的不足 掌握阴阳 即使是未曾医治的疾病 都能理解 并加以失治 让医者 得以朝向无病 不可治的方向前进 用药上 尼海夏博采重方 加上个人所悟 发明了汉唐一百方 效果宏大 让金方医师 用药如虎添翼 更让诸多病患 能更方便地服用药物 民国九十年 公元2001年 开始在网络上撰写 文章 言语辛辣 用词激烈 推广金方思想 尼海夏曾言 世人蒙昧 如一夜障目 要积蒙 就要当头棒喝 温良公俭让的文字 不会引人注目 所以 尼海夏网页内容 甘于天下 吸一吸药场和不孝 中医师 未敌 目的就是要唤醒 更多世人的注目 金方二字 就在尼海夏努力下 开始广为人知 美国汉唐药房总管 也是尼海夏大学同学的 Jack大叔表示 尼海夏在佛州看诊 几乎每天都听到患者大喊 Miracle 尼海夏的医术 获得一致好评 治愈无数疑难杂症 来自各大医学中心 转诊的患者不计其数 佛罗里达州当地的议员 和老百姓一起上书 要求州政府重视 中医的存在和优秀的疗效 民国89年 公元2000年 佛州州长 正式任命尼海夏为佛州 针灸委员会委员 并且担任副主席的职位 负责审核佛州新诊所的申请 尼海夏说老外不懂针灸 他都尽量让申请案 尽速顺利通过申请 由于贡献卓著 获台湾桥委会 颁发海外优秀华人奖 就在尼海夏名声高涨的同时 期待尼海夏 回台湾授课的呼声逐渐高升 尼海夏在许多人 因因期盼下 决定公开征选 挑选医术传人 人际班在民国93年 公元2004年招生 民国94年 公元2005年 开班就在尼海夏台北自宅上课 人数约30到40人 人际班学生卧虎藏龙 来自各界精英 律师 研究所教授 高科技业界人士 广告界董事长 昔日大学连招榜首 职业医师 甚至还有偶像明星等 纷纷入门拜师 人际班共有五门课 与早期中一班不同的 除了多皇帝内经 和神农本草经两门课外 为天文 大量的医案 和临床跟诊课程 把理论和实践结合 学生得以 亲眼目睹诸多癌症 红斑性狼疮 肋风湿 性关节炎等 西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在经方医治下 转危为安 终止疗愈的完整过程 然而教学过程劳心劳力 除了看诊上课外 晚上还要整理教材 原济教材除了真酒片 是刘瑶青师兄腾血外 其余皆是尼海夏亲自打字叫对 整理完后 还要写网页文章 尼海夏用两只手指敲键盘 每日工作量极大 平均两到三个月 就要更换新键盘 遇到令人气愤的新闻事件 键盘耗损还会加快 民国96年 公元2007年 人际全套出版 尼海夏为世人留下宝贵的医学经典 从DVD内容可以看出 尼海夏原本壮硕的身形 到了后期迅速销售 为了传承金方 尼海夏牺牲了生活质量和健康 就是希望能多为中医多进点心力 金方教育在尼海夏规划里 除了人际教材的教授外 更重要的是临床的跟诊训练 尼海夏称之为金方的再教育 从民国96年 公元2007年7月起 尼海夏在美国开放 学生和人际购买学员的跟诊申请 一直到99年为止 跟诊训练的源起 要从当时法务部长陈定南说起 民国95年 公元2006年 年初 陈定南罹患肺腺癌 当时 部长与存仁堂陈振生中医师 交好 为其诊治 但因用药 谨慎 效果并未显著 陈医师 与儿子陈又新医师 商讨对策多次 深感气馁 当时 陈又新医师 拜读 尼海夏网页 深受启发 便怀着到美国 讨教的想法 最后 在太太的支持和鼓励下 陈又新医师 直接到了美国汉堂拜见老师 尼海夏赶其行程 直接留陈又新医师 在美国跟诊 并嘱咐治疗 知道 尼海夏向陈医师说 陈定南是清官 我必尽全力 挽救他 可惜因故所开药方 竟无任何一铁镜部长 口中 唯一喝进去的汤药 是陈振生医师 所开的桂枝 汤家父子 泡父子用量 尚不足 一钱 据部长自述 喝药那天 是他离癌后身体 最舒服的一天 可惜部长 终究未获金方治疗 年底过世 金方的再教育 目的是希望学生 有了金方的理论基础后 能够进入临床的世界 学习和理解 如何诊断和失智 尼海夏针对 人际班学生 和人际购买学员 提供了定期的临床跟诊 和不定期的座谈会 民国96年 公元2007年 到99年 公元2010年 4年间 美国汉唐金方诊所 在跟诊期间 累积了数千多例 一案工学生下载研读 可惜有学生 将病例整理后 印成书籍 销售牟利 尼海夏因此取消下载的连结 近代一家或有能人 但没有人能够做到公布 这样多治语量俱精 富有参考价值的一案 尼海夏在精进医术之余 也不忘举办 座谈会分享最新所得 民国100年 公元2011年 1月 尼海夏在最后一次的研讨会 揭示了腐病的治疗原则 父子剂量多挂在临床的差异 以及肝草和治肝草 在重症上的应用和禁忌 尼海夏在天际中 早已自述其59岁大小二限逢 在最后几年的时间 尼海夏像个陀螺一样 不停地转 演讲 临床带根诊和写作持续不断 民国99年 公元2010年 尼海夏 受邀前往上海参加第三届 扶杨论坛演讲 扶杨论坛 由四川火神派传人卢崇瀚医师 著名老中医李可和认识中医作者 刘立洪教授 共同成立 论坛演请中国最著名中医界 人事与会演讲 主办单位非常重视尼海夏的到来 此次 论坛的讲者多半讲个一节 或者是两节的时间 唯独尼海夏有一整天的时间演讲 尼海夏在扶杨论坛中 总结了一生的金方思想 上午时间讲述阴阳思维 下午深入浅出的解释重症的治疗之道 震惊全场 演讲结束时掌声不停 主持人听完除了赞不绝口外 原本要讲些什么也全忘光了 所有与会的学者医师和专家 都难掩兴奋之情 众多人潮团团包围 众多学术单位和医院邀约不断 尼海夏搭运到美间医院临床 针对各种重症做教学门诊 此外国家级广播电台 多所省电视台希望 直播中医节目 年底尼海夏在南宁经典研究所演讲 在北京接受广播节目国学堂专访 专访内容随着网络传播 时至今日 尼海夏在中国大陆 还是有深厚的影响力 坊间自学尼海夏艺术的人数难以计数 社群网站光是尼海夏读书群 就数以百计 民国100年 公元2011年 尼海夏两位高徒孟怀银师姐和李宗恩师兄 以史丹佛大学教授及学者的身份 邀请尼海夏前往史丹佛大学演讲 地点选在校内医学院李嘉诚中心 场地约可容纳300至400人 但是演讲公告一公开 瞬间涌入大量报名人潮 原场地无法容纳 只好一到校外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并由北加州台大校友 会及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 九金山分校协助办理 与会人数超过1200人 这次演讲的影像档是 尼海夏唯一免费在网络公开的内容 尼海夏用浅显诙谐的文字 告诉大家金方如何治疗感冒 甚至重症疾病 与会者多为科技业者和创投业者 远见杂志有专人专闻采访 尼海夏在短时间内 让最讲证据和理性的学者 和科技业界人士 正视和重视中医 彻底扭转中医 不科学的刻板印象 尼海夏多年来 几乎金方医学士物理医学 是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医疗学说 在尼海夏生前的最后几年 终于开花结果 尼海夏晚年定居台北 生前最后两年 除了两场演讲外 多数时间在台北和唐真所授课 训练医师临床 这段期间 尼海夏除了向最后几位学生教学解答疑惑外 还常常提到对金方推广的愿景 是是前一年 尼海夏提出了癌症治疗的新观念 并且依此研发了癌症专用处方 为后世癌症患者留下珍贵的资产 让癌症病患除了西医的治疗手段外 还有更好的选择 40岁之前的尼海夏 入室极深 亲自接触各种人 直接影响和传授记忆 赴美后的尼海夏 断绝对外交往 潜心钻研医术 改变许多人的命运 而不变的是 尼海夏 他对学术的专义和努力 他每天不间断地读书 思考和反省 持续深入和进步 杰克大叔有回跟老师到外地度假 晚上两人同房 当时大叔在看NBA 而老师在读伤寒论 大叔很惊讶地对老师说 你连度假都在念书啊 老师很平淡地说 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 老师的天赋和机运已经少人 能与之比肩 但他还比常人更加努力百倍 作为学生的我们 有什么资格贬损他人来夸耀自己呢 尼海夏在美国时 不管雷雨还是龙卷风 他一定第一个抵达诊所 每天8点15到达后 然后巡视诊所一圈 看完传真和病例后 再迎接病人和学生跟诊 6点下班 7点用完餐到8点之间 是老师唯一的休闲时间 晚上8点准时工作 继续读医案 写诊疗日志和相关文章 忙到三四点才就寝 据尼海夏亲近弟子李宗恩师兄回忆 往往半夜两三点 还在跟老师用MSN聊天 他曾问老师 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 老师回他 要做的事太多了 要睡觉要休息 以后时间多的是 老师要成就的是大我 而不是个人功名利路 他在乎的是正统医学的传承 而非个人身体健康 老师的英年早逝 留给身边人无尽的伤悲和惋惜 尼海夏自述 他最喜欢当老师 而不是当医师 只要认同老师的学问 肯叫他一声老师 他就无私悉心的教授 跟过诊 或是一同出游的学生 都感同身受 尼海夏教学非常亲切 幽默风趣的态度 和犀利的言谈 往往在课堂 引起无数欢笑声 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他的风范 也让许多业界的大佬名医 身为蛰伏 尼海夏过往后 知名中医刘立红教授 想尽办法来到台湾 希望亲自到老师墓地前置意 由于司机的鱼鲁耽误了时间 等到达时已经关门 但刘教授不以为意 他和夫人在外面大声 助导后 对着尼海夏的方向 深深的三鞠躬 观者无不动容 尼海夏品格高尚 有为有首 对原则坚守毫不保留 数年前史丹佛教授孟怀迎 与台大校长李四层 推动在台大成立传统中医研究中心 孟教授准备一千万美金准备投入 他邀请老师主持计划 当时只要老师同意 金方在短时间内必定成为新闻焦点 引起更大的瞩目 但老师认为 这样的研究方式不是正确的理解 研究方式跟西药的研究没有两样 那是违背他的认知 因此拒绝了孟教授努力 奔走经营的邀约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出的决定 当名利放在眼前时 有多少人可以毫无眷恋 尼海夏与药厂的配合亦是如此 当年尼海夏在比较各家 科学中药厂药品后 认同先锋科学中药的生产方式 他立即在网络大力宣传 让一间原本惨淡经营的 小药厂业绩倍数成长 连自己研发的汉糖衣百方 也委托先锋制造 他没有拿过药厂任何好处 他只要求药厂 要给他学生们最低的折扣 为了把病人给学生 往往学生才刚跟完诊上飞机 网络就挂上了金方家名号 等学生回到诊所 就有无数病人相迎 在台湾 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名医 愿意无条件 帮学生抬教到这种程度 春秋鲁大夫孙书报 报文之 太上有利得 其次有利公 其次有利严 虽酒不费 此之为不朽 宋莫文天祥 折人日医院 典型在素西 弟子虽不明 愿为师留生平 2012年1月29日夜 台北一大附属医院急救科 收治了在家中突然昏迷的尼海夏 两天后的1月31日 尼海夏在台北一大附属医院 因心肺衰竭逝世 举办了对亲朋好友开放的音乐追思会 去的学生都看到了尼海夏的遗体 并目睹他被安葬 所以尼海夏的确是过去了 就葬在台位 所以一直怀揣希望 尼海夏隐盾 去撰写地基的朋友们 现在可以直面这个事实了 我要再次声明一下 以上资料 均来源于网络 只是展现给大家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而尼海夏的遗孀 在尼海夏去世后 就选择远离世俗 不过繁城杂事 尼海夏虽已逝去 但他的一生 远远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李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时 还是会被他的聪慧 且异常勤奋触动的 我们对几年来兴起的 神话尼海夏的风潮 也不能苟同 坊间甚至连尼海夏 就是孙思苗转世 尼海夏是神 不是人这种言论都出现 尼海夏的名声 也终于在身后超越了生前 例如那么多被供奉 大贤大德君在死后 才扬名立万 因为活着的人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 神话试者 以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寄托 或者神话某个自己 可以操纵的符号 隐无得自身利益 虽然尼海夏一生 都处在争议之中 但是他确实在治疗好 众多病患的同时 把中医的名号 在海外打响 尼海夏的路线 如同李小龙先生一般 如果只谈医术 武术是不够全面的 毕竟得到海外官方认同 并帮助传播中医 这对中国软文化 在国外的传播 无疑是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只是尽量的 把我知道的告诉你各位 至于如何判断 评价是个人的是好了 本期节目